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战神2全剧情娱乐流程解说 我是310 那么最后呢 还是按照惯例给大家带来这个挑战关的解说 好 那么这次的这个战神2的挑战关一共是7关 然后这7关呢 它每一关都有一个主要完成的这个任务目标和一个附加条件 那你完成一关呢 才能玩第二关 这样按次序玩下去才行 那任务过关目标呢 就是完成这个主要目标就行了 但是如果你达成这个附加条件的话呢 会对你的这个最后的任务评价会有一定分数加成 第一关的主要目标是把这个多眼巨人的眼睛给拔出来 然后附加条件是石化两个这个敌人并且打碎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达成这个附加条件的话 上面就显示这个Donners Achieve 就是附加条件达成 然后我们一开始是石化一个小矮人 然后再用放电固定住另一个小矮人 然后这个把它定住 防止它爬到这个巨人身上 然后再把它也石化掉之后就持续放电就行了 最后把这个QTE按对 那第一关比较简单 它过关以后会根据你的这个过关时间 然后杀人数什么连击数 获得红魂等等这一些做出一个评价 然后最后会给出一个这个总评 那刚才那一关的总评呢就是泰坦评价 好那么过来这个看第二关泰坦评价就是最高评价了 好那么第二关的任务呢略有点麻烦 这个任务达成的目标呢是这个在空中杀死10个敌人 然后附加条件是杀死15个 也就是说这样能打死15个的话 基本来基本上来说这个泰坦评价是没有跑 那我们这个完成的方法呢就是L1加X将敌人挑空以后 L1加源泉不断连 像刚才这个最后落地的时候才把它干掉 这样就不算 底下可以看到这个air kills 空中杀敌数现在两个了 然后杀几个人以后呢开始刷一些比较难缠的敌人 比如说这个美杜莎和这个大锤的重甲兵 我们优先把美杜莎干掉 这个重甲兵威胁其实不是太大 在这个美杜莎威胁非常大 因为你在空中连断的时候 他如果放石化光线你掉下就直接摔碎了 好这个时候出现一些低级杀兵 低级杀兵的话可以直接浮空 然后放这克罗诺斯之怒就可以秒掉了 然后多个敌人一起浮空的话也是放电 这样效率会高一些 当然建议大家把这克罗诺斯之怒给升到顶子 攻击力会高一些 这挑战官里头用到克罗诺斯之怒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在这边没连上 在这个地方挑战官里头也是可以升级什么的 之前攒的红红够就行了 好就要一个敌人浮空的话就还是用L1加方或者L1加X干掉 L1加圆圈 L1加圆圈是对单个敌人的 然后L1加方是对多个敌人的 这个克罗诺斯之怒的话人多的时候再用 像这种用电已经把敌人这个定成打成这个麻痹状态的时候 再用L1加插也是可以把它复空 这个过程当中他如果死掉也是算空中杀敌 如果美杜莎有提示的话 还是建议用这个QTE杀这样可以补一些蓝魂 在回复方面方面比较有保障一些 我们优先这个复空小心敌人 这个大锤的敌人可以不用跟他太纠缠 控一下注意一下这个 这个核心爆炸 这个克罗诺斯之怒最后那只升级会有一个这个核心爆炸 有时候是还挺好用的 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干扰 这边可以看到14个 那这个时间还有的多 不着急打得稳一点 这个大锤敌人好像是不能复空的 然后适当的使用这个奥林匹斯神剑打掉敌人的这个血量 然后看这个出提示就是快死了 好这样我们就达成这个附加条件15个人了 之后还有18秒想怎么玩怎么玩 这边建议大家多用这个克罗诺斯之怒刷一点这个连击数 多杀几个敌人这样其他那些评价都会高一些 因为这一关的话过完时间是肯定不用说了 因为是固定时间 其他条件仅可能对它打得高一些 好可以看到这个红魂 然后受伤 然后杀敌树 然后这个最高连击都还不错 除了这个受伤低了一点 受伤这个多了一点 然后拿到的是个凡人评价 其他基本上不是泰坦就是高的 神 那最终最终评价也是泰坦 第二关算是这个器官里头比较有挑战的一关 好那么看第三关 第三关的话 过关条件是石化25个敌人 石化并且打碎25个敌人 当然他自己摔碎也算 但是你是没有这个石化魔法的 场地上有一只美杜莎 我们就需要用这个他的石化光线来反弹 具体方法呢 就是抓这个美杜莎 抓他他就会必然放这个石化光线 放完石化光线呢 留着美杜莎不杀 然后杀那些其他的这些杂兵 把他们都石化掉 25个的话一般没什么问题 但是35个就有一定难度了 需要注意这个节奏 等美杜莎刚从这个石化的形态转换回来的时候 我就赶紧抓他 这样应该是刚好有一批新的敌人刷出来 还没有动静 你等那些敌人都刷出来 然后开始围攻你的时候 你再去抓那个美杜莎就会 就会有点乱 因为有可能敌人会攻击你 像现在这个节奏呢 都还不错 但是打到后面敌人会越刷越多 这个节奏难免会乱 包括这个按错QT什么的 QT一定要按队 要不然你自己被石化是很容易立马就被敌人打碎了 这边的这个敌人啊 有扔火球的 然后有这个巨人 有这个牛 石化以后的话 就尽量用奥林匹斯之剑砍 是不是伸到顶级无所谓 用锤子的话虽然攻击力高 但是太慢了 像这种他主动放石化光线 然后你又刚好去抓一下 这种其实挺危险的 人有点乱的时候呢 就绕场跑一跑 等这个梅兔莎自己放这石化光线 抓错了 好 这场上人已经有点多了 现在石化29个 这个主要目标已经达成了 这个时候如果你不追求附加条件 不追求评价的话呢 你就要安全一点 把这个时间拖到结束就行了 刚才非常非常危险 及时挣脱 及时挣脱 这个除了摇摇弹以外 这个暴气好像也是可以 不过我不太习惯用那种手法 好 36个 这样的话 这个附加条件也就达成了 剩下这个40多秒 我们就保证自己不要死就行 绕场跟他们转 这一关是这个魔法槽是不能用的 就是空的 而且不会回 所以说那就暴气 暴气以后用这个方块按住 然后赚点连击数 暴气也不用担心石化 但是有一些这个抓头剂 还是会中的 包括受伤什么的也是 转转乐 转转乐 转到快没有的时候 防个大旋风 还可以杀两个人 赚点红昏 好 那么这个评价基本上都是泰坦和神 然后这个附加条件也达成 当然不是说你这个达到泰坦评价 非得达成这个附加条件 有的这个关墙 你只要其他条件高一些的话 附加条件就算没有完成 也可以获得泰坦评价 而有的关卡呢 就算你完成了这个 这个附加条件 但是由于其他那些 评价太低的话 也是达不到泰坦评价了 这个就需要这个具体情况 具体应对了 好 那么这个是第四关吧 第四关的这个任务目标呢 是保护翻译关 场景当中这个翻译关 是在一个白圈当中 在他在这个白圈当中呢 是不会就是除非被打到 要不然是不会扣这个体力的 然后场景当中 还有一个这个 呃 命运女神雕像 你可以用它来发动时间变慢 然后这个巨人的话 就尽量用奥林匹斯之剑 或者是大锤子砍 速度灭掉 当然你要实话也是可以的 这狗的话提一下也行 然后直接砍掉也行 这关的附加条件是翻译关 过关的时候 血量在一半以上 然后打着打着这个随着战斗 进行到一半左右 那个翻译关底下这个白圈会消失 会出现在场景的另外一个地方 这个时候如果翻译关 它不在白圈之内 是会缓慢掉血的 所以说你得赶紧发动时间变慢 把这个翻译关给背过去 像巨人出这个QT千万别去按 直接把它砍死就行了 要不然过关时间会背剧 那个用QT杀巨人 不划算浪费时间 而这个女妖的话 还不用圆圈 QT好像还要打半天 不知道什么情况 奥林匹斯神剑升到顶级的话 会发出这种 每一刀都会发出这种光球 激光束 还是挺强力的 尽量这个 还是用时间变慢来打 当时间变慢 效果消失的时候 可以考虑放一个科罗诺斯之怒 把敌人定一定 因为他们会进入麻痹状态 然后QT杀女妖是加蓝魂 这个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 不要错过就行了 好 这边看到白圈消失 那么得赶紧把它背到 下一个白圈的位置 一般来说是在 我不知道是不是固定还是随机 但是我玩的话 一般都是第二个白圈在左下角 然后还会第二次移动位置 那么第三个白圈 就是在右下角 就是基本上钟表盘上的12点 然后7点5点这个位置 好 如果一个敌人的话 也没必要非得发动时间变慢 就随便打一下 QT杀补点蓝魂 接下来的话会比较难缠的敌人 看他们一刷出来 就赶紧果断的时间变慢 然后实话 全凭实话 潘多拉守护者还是非常难缠 尽量不要让他们有出招的机会 好 站到人堆里头实话 这个女妖好像没实话到 无所谓 可以看那个潘多拉守护者 去找那个翻译官的麻烦 千万不要让她得逞 这个女妖有时候会放这种地上的魔法 干扰还是挺厉害的 这个奥林匹斯神剑攻击力还不够高 我就换成锤子了 锤子的话 杀敌速度非常快 可以看到这个潘多拉守护者 两三锤攻步就死了 好 可以看到这个场地当中圈又换位置 这个时候翻译官 血量还挺高 基本上没怎么被打到过 放到这个圈中央 好 这个女妖的话 你要想要QT一杀 先三角两锤 然后QT抓她 抓完以后 这个地上磕两下 磕完以后 你就不要用三角砸 有可能会直接砸死 就用方块砸 方块砸的话 砸出QT再用QT一杀 这样可以补点蓝魂 因为后期还是需要经常用这个石化魔法的 前期这个魔法可以省一点 可以看到这个很容易就直接打死 好 还是用这个全屏石化 没有石化到的这个 利用时间变慢三锤也是搞定 好 最后一批了应该 按错了 好 实化 这样的话 四个全部实化了 好 这个应该是最后一个了 好 这样任务条件达成的话 其他条件基本上也都OK 还有一个 看石化光线魔法还有 OK 那么还是泰坦评价 这个除了最高连击数 和这个红魂稍微低一点 其他都还可以 总评依然是泰坦评价 好 那么接下来是第五关 第五关的话 是要求使用这个QT杀敌 或者是这个连击数 奖励红魂 通过这些奖励红魂 将红魂数刷到500点 附加条件是把红魂数刷到600点 那我们的目标就是刷到600点 这个600点怎么刷呢 你如果光放这个克罗诺斯之怒 这样刷 也是可以的 但是推荐大家用这个打法 首先呢就放一个克罗诺斯之怒 把敌人锯一锯 然后放了这个克罗诺斯之怒以后 抓头这个钻地的敌人 然后把它浮空 浮空以后呢 用L1加圆圈的这个连击数还是挺高的 这样可以保证连击数 然后等到快落地的时候呢 再放一个克罗诺斯之怒接上 因为落地以后 你可能会被追打 导致连击数中断 为什么要这个 用L1加圆圈来杀这个 这个这个钻地的敌人 因为他死掉是会掉蓝魂的 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放 更多的这个克罗诺斯之怒 赚更多的连击数 而在空中连他的话 这个连击数也是挺高的 所以说时间也不浪费 刚才差点就断了 放这克罗诺斯之怒慢 有的时候敌人刷的这个位置也比较恶心 那我们达成1000连 只要达成1000连的话 就600点这个600点的宏魂奖励就入手了 接下来就想怎么玩怎么玩 我们暴气的话连击数是不管怎么样都 就算你什么都不干或者是这个被打到连击数也是不会中断的 暴气以后就打这些强力的敌人 等到暴气快消失的时候过来开这个黄色宝箱 这样暴气就结上了 趁这个暴气呢赶紧杀这些强力敌人 这个方块按住的这招呢 虽然连击数高但是攻击力不高 如果你想快点把这个练球这个拿大锤敌人干掉的话 你可以方块方块连点 而不是按住 那样工资率会高一些 我这无所谓了 让他们打好了 是吧 好打到2000连 2000连红魂奖励是2000点 这个毫无压力 当然这个上1000连还是需要一些运气成分的 如果你这个不追求1000连的话 你可以这个每100连断一下 这样红魂也是挺多的 反正这个目标就是600点嘛 达成这个基础 然后不要死掉 尽量多杀一些敌人 多赚点红魂 多赚点连击数 当然如果你是用每100连断一下 这样的话最高连击数这一项评价可能会悲剧 后期全是这种大的练球馆 椭严实践 OK那么最后是泰坦名价受伤略微多了一些 其他都不错 隐藏的这个附加条件也是完成 这个附加条件 这关应该来说是这器官里头比较简单的一关 仅次于这个第一关 当然我这个为了达到比较高的连击数 也是重新录了好多遍 好那么接下来是第六关 第六关的话难度算是非常高的 是一个持久战 一代也有持久战的 但是这次二代没有这个美毒杀干扰 这样不会后期功亏一篑 那么这次持久战的这个完成目标呢 就是杀光所有人 然后血量是会缓慢减少 但是减少比较慢 再加上敌人也会掉一些绿魂 所以说问题不大 然后附加条件是不报气 这个的话问题也不大 然后这个初期的话 尽量靠克洛诺斯之怒来多赚一些连击数 刷到个五六百 这样这个过关的连击数这一项不会悲剧 因为这关有可能你达成了附加条件 但是其他条件太低 完成时间太慢 这样的话都会导致最后拿不到太坦评价 然后初期这个有两个注意原则 一个是这个魔法师尽量第一时间消灭 这样的话可以防止他招出这个三头犬 如果出现三头犬的话 场地上就会非常混乱 然后第二个原则是后期出现的这些 拿棒子的牛尽量用QT一杀 因为他们是恢复绿魂的这个主要保障 主要途径 然后这个后期可以多用这个阿特拉斯大地震 然后用大锤砸这样 那么时间比较长 我们就快进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刚刚才对抢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推翻 中文字幕志愿者 厉害 当然是动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打赏 中文字幕志愿者 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見た目志愿者 杨茜-O-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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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RL 건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果然是非常漫长的一关 最后几个敌人消灭掉果冠 当你发现打了这10分钟了 最后评价居然不是泰坦的时候 这时候真的是心情非常 大家应该可以想象 还好这次是泰坦评价 得益于之前刷连击数比较高 然后受伤也比较少 好 终于是最后一关了 最后一关的话 注意打法难度并不是非常高 最后一关的条件是无上 然后附加条件是不使用魔法 那么我们就来达成这两项条件 首先第一波敌人是骷髅 骷髅的话攻击前兆比较明显 应该不难躲 用锤子砸就行了 然后远处石头牛千万别去惊动它 别去理它就行了 不要靠近 第一波骷髅全部打掉以后 第二波会刷中小个的敌人加魔法师 这个时候退到场地下方 小个的敌人攻击前会冲刺 所以要小心点 然后这个魔法师的话 有时候会顺移过来抓你 这个抓你中了头计 即便是挣脱也会掉这个蓝槽 然后你的蓝槽一减的系统就判定你这个用了魔法 然后附加条件就会不成功 所以说要小心 这个魔法师趁他 首先是祈祷他不要召唤这个独眼巨人 他要召唤独眼巨人 就可以直接retry了 如果不召唤呢 咱们就趁他走近了以后上去QT杀他 也不一定要这个跟上去追加 如果跳到空中落地是很有可能被这个小个的敌人打到的 就直接锤子砸死就行 好所有的敌人都都灭掉的话 就可以专心对付这个石头牛了 好对付石头牛的方法呢 我推荐是暴气 暴气绕他背后 然后锤子狂砸 当然奥林匹斯神剑狂砍也是可以的 好他第一招是必出这个砸地 这样躲在背后刚好没事 然后第二招他刚好要出这个旋转攻击 这个时候你要是胆子大一点 就可以这个像我这样扛着打 应该是刚好可以把他打出QT的 如果说你胆子小呢 你就可以这个躲开躲开一轮 转完一轮再上去不让吹也就搞定了 那么最后一关难度应该是不大的 泰坦评价也没有什么悬念 两分钟不到就搞定 那这个全部这个挑战完成 不一定要达到多少评价 只要完成就可以拿到这个金杯 那所有泰坦评价 当然总评价都是泰坦了 当然实际上你如果中间有一两项是这个深评价 或者斯巴拉评价 总评还是可以达到泰坦的 不一定像我这样全部都是泰坦 那么这个过关以后解锁 前两项这个评价 凡人或者斯巴达 如果总评是凡人或者斯巴达 那就解锁这两个神弧 然后是神评价呢 解锁一套这个战神的衣服 如果最高的泰坦评价呢 就可以解锁这个命运竞技场 那这个一次性达到泰坦评价 就可以解锁所有东西了 然后记得这个储存一下 然后推出这个回到宝藏的选单里头 好 重新看一下 所以说大家自己玩的话 可以先全部打一遍 然后看看总评是不是泰坦 如果是泰坦的就不用重新打 如果不是泰坦的话 那就挑一些这个评价特别低的那些挑战观 重新打一下 好 接下来给大家看这个命运竞技场 这个命运竞技场呢 三代也有这个你可以调自己的写槽摸法槽 这些弄成无限 然后难度 然后场地 场地就先选这个 就是其实就是刚才那些挑战观的那几个场地 然后你可以挑选三种不同的敌人 当然也可以是三种都相同 然后越是大型的敌人呢 这个上限越少 可以看一下游戏当中 大部分的这个敌人都是有的 boss是没有的 好 我们这个选呢 就选这个独眼巨人 独眼巨人是大型敌人 所以说这个数量只能是1 小型敌人可以是两个或者三个 就选这种敌人 然后第二项是这个复活 是否复活打开 然后最后一项是是否攻击 关掉 这样他就不会攻击了 条件都是你自己定 那么这个挑战观 除了这个平时自己玩玩 这个刷刷连击术以外 主要的这个目的 就是完成这个游戏当中的一个条件 就是刷到 这个拿到20个独眼巨人的眼睛 这个靠流程当中慢慢挖的话 会非常缓慢 可能二周目都挖不完20个 应该说是二周目必然挖不完20个 所以说呢就到到这儿来刷 这儿的话你可以弄成全是独眼巨人 然后无限爆气随便打 把他们这个眼睛给挖出来 挖到20个眼睛呢 是可以解锁了一套衣服 叫做奎托斯将军 然后还可以解锁一个金杯 所以说这个 这个命运竞技场 实际上来说 对于我来说就是挖眼睛 眼睛挖到就不用再玩了 但你如果之前什么连击树的奖杯没有拿到 也可以在这儿刷 OK 20个出现 他会问你要不要存档 当然要存了 隐藏的这个服装一解锁 同时这个奖杯弹窗是个银杯 好 那么完成挑战咱们就不陪他们玩了 直接退出 好 接下来的话是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二周目 所谓的二周目 就是通关以后读取这个通关存档 再进行一遍游戏 这个就叫二周目 由此刻推什么叫三周目 四周目 多周目 好 我们这个二周目他会问你 是不是要继承之前拿到的东西 当然要继承 要不然就没有意义了 好 那么看隐藏服装 隐藏服装如果通关是获得这个前两套 一套是鱼 一套是许德拉 然后这个神难度通关是获得这个暗黑奥德赛 然后接下来来两套 一套是雅典娜 一套是海格丽丝 是需要最高难度泰坦难度通关 我这儿没有解锁 然后是奎托斯将军 刚才说过20个雁金 然后最后还有一套是这个战神铠甲 一代也有这个防御 防御特别高 各项属性都特别高 这个是刚才的这个挑战官达到神评价 总评价是神 好 那么这边呢就选择这个暗黑奥德赛 因为暗黑奥德赛的红魂比较多一点 二周目主要目的就是转红魂 把所有东西都升到底 这个奎托斯将军红魂也比较多 但是那套各项属性都降的比较厉害 所以说有点危险 好 然后是这个六个盖亚神弧 六个神弧不是盖亚神弧 六个神弧的话 前四个流程当中取得位置应该大家都收 之前都给大家看过 第一个神弧是十倍红魂 当然打开 这个转红魂嘛 第二个神弧是这个普通攻击 能够石化敌人 这个也是非常霸气 当然好像仅限这个链刃 其他武器不行 然后第三个神弧 第四个神弧分别是这个魔法无限和暴气槽无限 那最后两个神弧是这个挑战官达到这个低评价获得 一个是连击数的combo时间变长 这个其实没什么用 然后最后一个神弧呢 是克罗诺斯之怒变成这个一代的波赛东之怒 一代这个波赛东之怒 可以说是非常无敌 非常赖的也这样一个魔法 相比较这个二代克罗诺斯之怒的话 只是这个连击数高 可以牵制一下敌人 就没什么用了 好 六个神弧我们都把它打开 这个只要打开两个神弧用一下 就会自动获得一个金杯 好 我们把副武器换成奥林匹斯之剑 二周牧师可以直接用奥林匹斯之剑 好 可以看到这普通攻击就直接实化 非常霸气了 这样L1加方块就会变得非常有用了 好 我们把这个奥林匹斯之剑升下机 升到二级呢 会多一招L1加圆圈 这招俗称吸金大法 可以将敌人身上昏昏给吸出来 而且可以吸出很多很多 当然不是无限吸的 吸一会儿它就没有了 我们既然强化 就把它强化到顶 强化到顶以后 这个奥林匹斯神剑 每次攻击这个方块 三角都会发出这个刀光 之前挑战关系给大家看过了 好 然后剩下还有这个流程当中的命运之枪和这个提风之灾 没有升到顶 我们来换一下这个吸星大法 现在是十倍鸿昏 加上这件衣服本来好像又是加五倍 吸三次 你看这个鸿昏 直接一万四了 刚才是好像六千还是多少 这三个杂兵就可以刷这么多鸿昏 直接可以把这个提风之灾 升到顶 所以说二周目都不用出这个房间 只要拿到那个十倍鸿昏的这个 这个神弧打开 然后吸星大法 可以 那看一下三级的二级的提风之灾 是这样 L2加三角这样一个蓄力 然后L加方块的蓄力是这样 剑反来回弹 然后L2加圆圈 是这样一个大龙卷风 这些流程当中没给大家演示 都给大家看一下 好 然后咱们继续吸魂 好 又够了 够了的话 咱们就把这个命运之枪给升到顶 那么所有东西都升到顶 会获得一个金杯 最后升级解锁的是L1加方块 打中的敌人会过一段时间爆炸 这个其实没什么用 而且现在由于这个暗黑奥德赛的衣服 是两倍攻击一半防御 所以说这个难度下 敌人打一下就直接死了 好 随着这个白金奖杯的解锁 战神2的全剧情娱乐流程解说 也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 谢谢大家多年以来的支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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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